確診的時候 大概很嚴重 就發燒 喉嚨痛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一直咳 咳很久 然後我們幫他治療的時候 就治療完一個禮拜 他還是在咳 這應該是常新冠症狀 就會一直咳嗽 然後想說 總有一天會好 可是過了一個多夜之後 他跑回來說 醫生 我給你看我的手機 我早上咳了一塊這個東西 那我一看 超大的血塊 我就覺得 這個一定有問題 我請他趕快去醫院看 我就發現 他的肺部右邊 靠近支氣管的地方 長了一個很大的腫瘤 檢查出來已經是 第四期的肺癌了 咳嗽以為是感冒 咳太久小心是肺癌 那麼嚴重 好可怕 好可怕 這一下就要到肺癌了 對 我有一次就是感冒 然後怎麼看都看不好 我已經換了三個醫生 然後怎麼換 就是可能有好一點 然後又開始流鼻涕 然後流鼻涕好了 又重複咳嗽 然後咳到我就覺得很誇張 想說會不會是自己惡缺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我就是跟我女兒 去朋友家幫他們整理東西 那整理東西又戴口罩 那我第一次感覺到說 天啊 我是比確診還不舒服那一種 我想說是不是因為我戴著口罩 整理家裡 我就把口罩要拿下來 走去陽台的時候 不到五步路的時間 我就暈眩 就是我眼前是黑的 然後我就整個暈過去 然後後來我朋友跟我女兒 把我送去急診 然後醫生幫我拍那個X光 他才說 你是感冒流感 併發肺炎 可是我這幾天還要繼續工作 他說不行 就是要強制住院 整整住了一個禮拜 而且我出院之後 那三個月 我只要一大笑 還是吸到冷空氣 就開始了 我就開始了 喉嚨好像就大咳這樣 就很怕人家以為我是確診 現在疫情已經好很多 當然是對咳嗽還是會害怕 還好 現在我覺得好多了 而且現在咳嗽都要解釋 解釋 早上化妝被口罩嚇到 對 現在要解釋 然後快是被口罩 然後喉嚇 不然大家會嚇死 要先給大家一個觀念 單純的感冒 通常五到七天會好 是 對 所以 然後包括你打噴嚏 流鼻水 喉嚨痛 最後比較會好了 最後會好了才會是咳嗽 所以一般大家就覺得 咳嗽會咳很久 對 因為我們病毒 跑到我們身體裡面的時候 會先從鼻子喉嚨開始 追不到氣管 然後所以鼻子喉嚨就會先好 氣管它恢復又會比較慢 會咳很久 就是因為你的氣管 發炎得太厲害 在恢復的時候太敏感 太敏感的時候 你又會一直去咳它 你好不容易長好的 那個呼吸上皮 氣管會 上皮會長好 還沒長好你就把它咳掉 所以它那個痰就會一直卡在這邊 你就會很癢 就會一直想咳 我們只要用對藥 然後好好的有耐心 基本上咳嗽很快就會結束 對 所以要記得 如果你自己 感冒有超過一個禮拜 有症狀 包含咳嗽 你一定還是要去看醫生 那如果沒有感冒有咳嗽呢 那就可能要找月底 那你又該更要注意 那不是 肺炎 人家白天都不咳 晚上睡覺才咳嗽 對 這個就是有很多原因 因為咳嗽 我簡單講 從頭到腳的任何疾病 都有可能會導致你咳嗽 最近就有遇到一個 就是他說他吃飯完會咳嗽 吃飯完 吃飯完會咳嗽 他其實是腦部有一點退化 有點怕精神日症 然後他其實吃東西的時候會嗆到 嗆到然後就會咳 真的 對 有些人是晚上睡覺會咳 結果是氣喘 然後像我現在就分享的一個病人 對 他是一個四十幾歲的一個上班族 就像之前就是有確診 確診的時候大概很嚴重 就發燒 喉嚨痛 對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一直咳 咳很久 然後我們幫他治療的時候 就治療完一個禮拜 他還是在咳 這應該是腸心冠症狀 就會一直咳嗽 然後想說總有一天會好 對 可是過了一個多夜之後 他跑回來說 醫生我給你看我的手機 我早上咳了一塊這個東西 然後我一看 超大的血塊 我就覺得 這個一定有問題 我請他趕快去醫院看 我就發現 他的肺部右邊 靠近支氣管的地方 長了一個很大的腫瘤 對 檢查出來已經是 第四期的肺癌了 對 這個算是一個比較特例 對 因為其實肺癌對我們來說 其實是很難診斷 因為一開始 其實他不是以咳嗽來表現 所以如果咳嗽 你伴隨著有 第一個 咳很久 超過三個禮拜 一定要去看醫生 再來 如果你伴隨有一些胸痛 或者是胸悶 這個也是要去看醫生 另外 比較嚴重就是 你咳有血絲 或者是有血塊 這個就一定要特別注意 可能真的是肺部 有什麼特別問題 要不然的話 就是咳嗽 通常一到兩週的話 一定會慢慢改善 對 如果真的是超過三個禮拜以上 建議都去照個胸部的時光 我們要確認一下 肺部有沒有問題 對 講到咳嗽 應該很少人想到 會跟心臟有關 我就分享一個案例 也是一個 年紀不是很大 三十幾歲的男性 他就是一陣子 最近這次覺得咳嗽 咳得比較明顯 那當然一開始 因為疫情期間 大家都覺得是不是確診 然後塞了幾次都沒有 想說就一般感冒 就不理他 大概兩個多禮拜 一直都沒有好 而且開始有一些症狀 譬如說他開始走路爬樓梯 會覺得比較喘 他就覺得不對 然後腳開始水腫 就是那種壓下去 像米菇一樣 會整個凹下去的 完全不會彈起來 到最後是他晚上咳嗽 咳到說 他一定 他只要一躺下來睡覺 就一直咳一直咳 咳到要坐起來 坐起來才能辦法睡覺 所以他最後的 大概一個多禮拜 他是這樣睡的 他每天在床上這樣睡 因為他躺不下來 到後來他實在受不了了 他就去診所看 就診所醫師 那個診所還 就是滿大間的 有照X光 一照X光就跟他說 你這個是心臟的問題 趕快去心臟 大醫院心臟內科 結果就轉到我們醫院來 結果一看 他的心臟非常大 對 而且有明顯的 這個就是典型的 心衰竭的症狀 就是你心臟功能已經退化了 所以心臟的功能是什麼 心臟其實是像 像身體的一個幫符 它一直在擠壓 我們身體的血液 把血液送到該去的地方 當你這個擠壓的力道 變弱的時候 那個血液就會累積在心臟 或者它周邊的器官 包含肺部 所以心臟會越撐越大 因為裡面充滿了血液 然後旁邊都是 肺水 肺都會積水 因為排不出去的血液 就會累積在肺部 這個肺部就有點像海綿 對不對 那理論上 它是海綿的孔洞 是要裝空氣的 可是它現在裡面 都是裝了水 所以變成說 它能夠氣體交換的地方 少了非常多 那有人就會問奇怪說 為什麼它的咳嗽 只有晚上有 它很奇怪 白天不太咳 它晚上特別容易咳 躺下來特別容易咳 因為我們的肺是 直立的器官 當你這樣站著的時候 就算有積水 它也是淹在下面 但是你躺下來的時候 你就幾乎整個肺 都淹在水裡面 所以你會覺得 特別難呼吸 好像溺水一樣 所以它一定要爬起來 所以這都是很典型 夜間咳嗽 端坐呼吸 這都是心臟衰竭的症狀 所以後來我們檢查之後 發現它的心臟功能 真的很差 我們心臟有一個叫 超音波的指數 就是看你心臟有沒有力氣 力量夠不夠 正常的要50分以上 尤其年輕人 至少60以上 才算心臟有力 它做起來 大概只有20分 就實際上 心臟非常的沒有力氣 在這邊要動不動的 那為什麼會這麼年輕 其實還是源自於 跟它這個作息不正常 就是有紅字沒有特別去注意 929字心臟功能就退化 所以後來這個先生 當然我們先治標 先趕快把身體多餘的水分 這些症狀趕快處理掉 它就好很多了 心臟也縮小 人也比較不會喘 但長久下來 當然還是要控制三高等等 讓它未來不會復發 咳嗽 看到沒有 不要以為就是感冒 對不對 有一個病人 這是一個蠻慘痛的經驗 就是他來找我說他咳嗽 而且還帶點血絲 我說你咳多久了 他說咳得最近一個月都在咳 我說那我看 我就聽聽他這個肺音啊 看見他喉嚨 發現沒怎麼樣 我就說先吃點化殘藥 也許是你的黏膜 被你咳得太用力咳破了 兩個禮拜一會回來 他說他帶著他的衛生紙來 你看還是血絲 他說可不可以照照X光 我說其實X光的診斷力不好 我說要照可能還是照 電腦斷層 不過我們這邊沒有電腦斷層 他說那你可不可以 先照照X光看看 我說好吧 我們就照照X光看看 因為實在是咳得蠻久的 結果我一看 本來還講說沒事 本來正想跟他做沒事 片子一打開來看 我立刻先跟我們X光 咳一次再確認一下 我說是不是 他說對 去切CT 意思就是說 果然就長在肺門了 那也就是說 長在肺門的肺癌 比較容易發生咳血的狀態 所以應該要找個時間 一兩年去拍拍 對 在壮年這個階段 其實有三件事情 最需要注意的 就剛剛講的血脂肪的問題 比如說 腦的問題 所以腦 心 癌 這三件事情 真的要好好地去追蹤 所以我們這個年紀的篩檢 大概要以這三個方向為主 那打肺炎疫苗 會不會降低感染肺癌 肺炎疫苗跟肺癌 沒有關係 可是大家要搞不清楚 肺炎的在老人家的死亡率 跟肺癌是差不多的 很高 對 你如果像老人家得到肺炎的話 100個裡面就是20個疫苗 對啊 所以他們是很危險 所以我們現在才會 政府已經有該是在攻擊 年輕也要打 像他得過這種應該要去打 理論上你肺部曾經感染過的人 你之後再得到肺炎的機率就是增加 所以你也應該要打肺炎的疫苗 真的 打一針可以抵五年 沒有 打一針抵五年的 那個是多糖體疫苗 現在我們打的是打一針比一輩子 十三架結合疫苗 一針就一輩子 一針一輩子滿划算的 對啊 還可以 因為政府 我跟妳講 沒有 政府不是小朋友 現在小朋友一出生就打三劑 那個結合疫苗 所以他們這輩子得到肺炎的機率就不高了 是像我們這一輩的人 就是不夠年輕又不夠老的有沒有 那你就要自己去打 建議你去打 我跟妳說坐對面了 不要這樣子說話 那我分享另外一個案例 有一個五十幾歲的男生 他從二十歲就開始抽煙 然後所以他越抽越抽 他大概超過五十歲之後 他就開始覺得比較容易咳嗽 然後只要一個小感冒就可以咳得比較久 那家人都會叫他說 你要去大醫院檢查 你又抽煙 他說我不喜歡去大醫院 只有某一個診所的醫生 他才不會叫我要戒煙 大醫院的醫生都叫我要戒煙 我戒不了 沒辦法 結果有一次呢 他那一次 就他那兩三個月還是一樣 就是他就是到小診所 那小診所醫生就給他開一些紙咳 化碳一樣 也是勸他說 你還是到大醫院檢查吧 因為你咳兩三個月太久了 結果那天他終於來 而且直接來到急診室 因為他咳到 對 所以那時候就 我就看到他給我看衛生紙 上面有一些血絲 真的是鮮紅色的 那這時候就是考慮兩個嘛 肺結核或是肺癌 這兩個就是X光可以看得出來的 那他可以走路 也沒有什麼其他不舒服 也沒發燒 所以我就跟他說 那你拿這個單子去照X光 結果他照完X光之後 他就在等抽血檢查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看到他 他就直接說 我好像又想咳了 結果他又咳 又一坨這樣子 對 結果又一坨 結果他就開始鮮紅色的 一直出來 然後他人變得越來越黑 這個劇情怎麼... 這個劇情怎麼那麼像 梁山柏竹音台 對 然後... 對 他不是從肚子裡面吐血 他現在是你現在 呼吸到的地方一直噴血 那你還可以呼吸嗎 不行 所以他就越來越黑 那個時候我們就趕快 直接把他丟到床上 然後就推出去急救 那我們... 因為他那個是... 我們是在血泊中急救 所以我們穿那個防腹衣 面罩什麼的 就在血泊中插管 插管插進去他的肺裡面 我先抓住他的呼吸 可是血就一直噴出來 所以一直抽... 一直噴... 對 然後那個時候他們 因為有人幫我看他的X光 就是... 而且都長在靠在中間的地方 然後那時候我就趕快 請那個胸腔科醫生 帶內視鏡下來 所以那時候就發現出現... 那個人知不知道他自己有腫瘤 他不知道 所以你這個時候發現了 這個時候才發現 而且是這樣一個狀況 對 所以那個時候胸腔科就進來 就直接把止血 然後就發現是在右邊的肺出來的 我乾脆先把右邊肺堵掉 我只要有一邊肺 可以呼吸就好了 先這樣 對 就先把它堵住這樣子 如果兩邊堵掉會會刺激嗎 他就死了 他沒有辦法 空氣交換 他就是怕一邊的血淹到另外一邊去 乾脆把那邊先塞起來 乾脆先放棄一邊 先塞那邊 對 然後就讓左邊呼吸就好了 那這個病人就止住了 那呼吸器接著那個... 氣管接著呼吸器 他就可以呼吸這樣子 可是他這樣子評估下來 後來住院穩定了 評估下來他已經是 對 所以肺癌真的是很難診 但我常常在急診都是意外發現 那我有時候 所以有時候我有些病人 我看他的病例 都沒有照過X光 又超過40歲以上的病人 如果他有一點點相關 我還是會讓他照一張X光 至少我看一下這樣子 因為速度很快 去照一張就可以回來給醫師看 這個就是為什麼 肺癌的發生率 不是癌症的第一名 但是他的死亡率 男生女生他都是第一名 就是因為他發現得太晚期 他發現肺癌都已經不能開刀了 像我自己本身是 之前是當醫藥記者 然後我也主持健康節目 主持滿一陣子的時間 但是我還是會被那個 長期咳嗽的問題給誤導 我婆婆她咳嗽已經 就從我老大剛出生之前 就已經咳 然後剛開始的時候 真的以為就是感冒 因為咳嗽就一直不好 然後可是咳到後來會喘 因為他就是一直咳... 然後就會喘 結果去胸腔咳看 就是確定他已經是誘發成氣喘 其實也是有那個體質 我們家還是都有 過敏氣喘的體質 然後也有做像醫生講的 低劑量斷層掃描 沒有自費做 什麼X光什麼都有定期追蹤 但是就找不到原因 胸腔科就說 你這個沒有問題 那你要去找耳皮猴科醫師 耳皮猴科醫師檢查之後就說 這也沒問題 你應該去找胸腔科醫師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來來回回 就是找了好多醫生 中間耳皮猴科醫師有發現說 這個鼻竇炎有一點狀況 我們就是做 看能不能做改善 那剛做完鼻竇炎手術的時候 那時候的確就是 有一陣子都沒有在咳嗽 但是後來還是 又來了 還是持續咳 而且那個狀況也是越來越嚴重 就是分泌物很多 那就我們一直中醫啊 西醫啊 就是都找過 咳到後來它有點 現在講話都有點騷聲 然後我們到現在呢 我們是找到一個醫學中心的 一個醫生 那他就發現說 就是耳皮猴科醫師 那他就發現說 他鼻子裡面有 而且呢 已經就這麼長期 已經 然後做一個重建手術 就是一個很難 就是很難的 然後也是一個 很罕見的一個疾病 那我們已經在去年的時候 動過手術 但是最近醫生說 可能還要再做一次 就是真的很難搞耶 這個咳嗽的問題 現在好一點嗎 現在就是 因為他要再進行 下一次的手術 因為就是 說本來是在鼻腔 但是有點是往上面去了 就是真的滿嚴重的 一般來說 正常人是大概不會 比中澤穿紅 因為不然電影在演 一般是什麼 吸毒的人 對... 因為他吸毒就是 你會吸進去 然後把黏膜給潰爛 會潰爛過癮 然後那個軟骨就會露出來 沒有血液供應的時候 軟骨就會爛掉 對啊 那電影的時候 喝水還會這樣 流的 真的假的 然後最後 最後鼻子會整個塌下去 對... 然後可是一般 因為在台灣 因為鼻病的人太多 有的時候是開完鼻中隔 有時候是 軟骨支撐比較不夠力 然後再講到那個咳嗽的問題 乾咳還有什麼原因 除了像一般感冒之外 有些可能是 那個... 你晚上的時候比較容易 然後像豆豆媽媽的媽媽 可能就是一開始 可能就有一點氣喘 然後沒有控制好的話就越來越嚴重 甚至以後呼吸會咻咻咻 這個就才會診斷出來 然後甚至就是像 因為我們咳嗽的受氣在耳朵 喉嚨 氣管 甚至我們恆隔膜都有 所以你想想 胃跟肝有長東西 刺激恆隔膜也會讓你咳嗽 對 這個比較少見 不過還是要去考慮一下 還有另外一種咳嗽的原因 各位可能就比較不會注意 是藥物的貨 因為咳嗽的原因真的太多了 其實對來... 有時候我們在門診 遇到病人說 我咳嗽其實我們... 我最後也會... 根本就找不到病因啦 病因大部分都是讓他自己好嘛 你咳嗽很厲害一點 就給你一點藥水而已 但是有時候你吃的藥 你真的要仔細的過濾 藥物本身就會引起咳嗽 之前在那個... 想想有個阿嬤 她六十幾歲 她本來一直都到我們門診 出去拿高學校的藥 可是因為後來她的... 因為她住在北部 後來因為她兒子到南部去工作 沒人方便帶她來看病 她就覺得麻煩 就在隔壁的藥房有沒有 因為認識很久了 就說不然你幫我配高學校的藥好了 因為她覺得她高學校也沒有太嚴重 理論上是不能這樣隨便開的 那老鄰居就還是給她了 剛開始都還好 可是後來阿嬤就開始咳嗽 可是因為她不是一吃就咳嗽 所以她也沒有想到跟那個藥物有沒有 她就不知道 她就覺得說她怎麼最近會咳嗽 咳嗽第一個人家就說 耳鼻歐科醫師去看一看 看有沒有氣喘 還是什麼鼻涕到人 去... 通通都沒事耳鼻歐科醫師說 沒有啊 跟他們科沒有關係 她就在問人... 她的那個媳婦就上網查一查說 聽說人家說胃子到腻瘤 也會一直乾咳 就問他媽有沒有什麼胸悶啊 什麼一大堆 我問他一問了半天 你講一個症狀 剛開始我沒有 你問我我不會講 可是如果我說你有沒有感覺什麼 他剛剛說 越問越像你知道嗎 好像有 剛剛開始覺得好像沒有 被你問一問覺得好像有 你講的我好像有 他寫不去覺得他猜對了 他帶去那個大醫院做胃鏡好了 就帶去大醫院做胃鏡 就說下去 也都沒事啊 就覺得也沒有胃子到腻瘤 可是那個魏唐哥醫師就說 那個有的時候很奇怪 就是我們做胃鏡 雖然跟你說沒有嚴重的胃子到腻瘤 但是可能你有一點 所以這咳嗽還是有可能是 味道膩瘤引起的 如果你真的有一點 那種怪怪的感覺 胸悶的感覺 不然我們試試看好不好 我們用藥物試著治療看看 我就給你吃藥看看 如果我給你吃了胃藥之後 你這咳嗽就好了 那就沒問題 那大家更沒有關係 他會問說 醫生這個可以跟那個 我媽媽現在在吃的血壓藥 一起吃嗎 因為人家會問說 這個藥要不要隔開 就從口袋裡拿出來 他媽媽吃的那個 那個醬高血壓的藥 藥名一看就說 一看就抓到有沒有 那個藥就是 他一個副作用就是會引起乾淨 對啊 所以後來那個醫生一看說 那就是應該就是這個藥 因為我們都查過都沒事 你把這個藥停掉就好了 換了那頭血藥給他 才兩個禮拜 阿嬤的咳嗽 困擾他好幾個月的咳嗽就消失了 今年去多倫多 開世界肺癌大會的時候 其實在這個荷蘭比利時 他們有做過一個全國性的研究 他發現說對於高危險群 所謂高危險群 譬如說有抽菸的病人 或者是說你家族史 家族史譬如說是一等親 二等親到三等親之間 有肺癌的病史 尤其是兄弟姐妹 譬如說你的兄弟姐妹 有肺癌病史的病人 這群病人拿去做篩選 其實可以降低把這個第四期 就是你一開始發現 第四期的基率降低百分之二十六 低激量的電腦斷層 針對那些高危險族群 你真的可以去做一下 是 像我阿嬤 就是那種農村婦女 就住在那種田 田中央那種 很偏遠的地方 然後他以前就是 生活都很簡單 然後不菸不酒 就是那種 你們可以想像 大概五點多就起床 然後一整天就是坐田什麼的 唯一可以接觸到的致癌屋 就只有 可是重點是他做菜 他也不是說整天在做菜 因為有其他的一些 我阿嬤媽什麼都會幫忙 那我阿公也沒有抽菸 什麼都沒有 因為鄉下地方 他們不會像我們的觀念 會覺得說要去做健檢 對 那以前的老人家 大家都覺得說他身體真的有狀況 他們才會想要去看醫生 然後是他有一次年紀很大 他有一天就 一直咳 然後咳了咳了就想說 咦 咳瘦拉肚子 所以他就去附近的 比較市區一點的 那種小診所去檢查 結果檢查之後發現 就小感冒 沒有什麼特別 他想說那就吃藥就好 吃吃吃 回家之後又一直咳 咳到都咳出 他就說媽媽想說不行 因為那個鄉下的醫療 可能沒有那麼就是發達 就想不行 趕快待到市區 做大醫院的那個檢查 然後就做了一個全身的健檢 發現他竟然是 可是他就在前面 他完全沒有任何一點的證照 都沒有 他年紀已經七十幾歲 那時候就在考慮說 要做化療的問題 他也說年紀那麼大 在做化療其實 他受不了對不對 對 而且他其實也不想說 那真的太痛苦了 然後最後我們有問他 他前後就有稍微做了幾次 他真的就是很不舒服 所以最後就是家人就買一些 比較高級的食材讓他補 可是那個拖 因為已經末期了 所以其實能拖的時間 也沒有很久 然後後來就過世 聽這個故事 比較像基因的上面的 對不對 不是環境造成 比較少 對於癌症的這個方面 家裡如果全部的家族 只有一個得 先不要太緊張 因為所有的癌症發作 目前統計最多的 還是叫偶發性的 有些也就是家族只有這一個 不是真的什麼家族有問題 一般家族真的有問題 需要做到基因篩檢 一般都是要三癌 如果你家人什麼表情什麼 加一加三個肺癌 那你就要去做基因篩檢 跟肺癌有關 可是他如果不是 有其他的親戚 但不是肺癌 就是可能是 每一種癌症的誘發的基因 不一定一樣 醫師 可是我最近就是去做 健康檢查的了解 我還沒去做 他就跟我講說 一定要照剛剛那種 什麼CT law 他說因為爸爸有這個疾病過失 他就說 我們家的小孩都應該要去照 這其實就像家族樹一樣 如果是你的兄弟姐妹 因為你的基因 都是從爸爸媽媽一起過來的 這個機率比較高 如果說是你的上一代 譬如說是爸爸有 但是你還有媽媽的基因 到你這邊 其實你的機率 所以兄弟姐妹比較重要 兄弟姐妹如果有 因為你的基因相似度 在兄弟姐妹之內是最高的 跟爸爸媽媽 因為你只有拿爸爸的一半 媽媽的一半 對 這個也心上的一刻 像我們門診 我自己就有一個門診的護理師 他四十幾歲 他也沒有抽菸 也沒有喝酒 但是他想說新聞一直在報 說肺癌是十大癌症 指引直手 他本身空污又那麼嚴重 他本身是家庭主婦 他每天都煮菜 他想說那我自費來做一下 那個低劑量的肺部電腦斷層的篩檢 然後員工有特價 他一做就發現右上肺部 有一個大概一點多公分的節節 那時候去找胸腔外科 也沒辦法確定 他到底是良性還是惡性的 後來胸腔鏡把它開下來 是第一期的肺案 後來他的同事全部嚇到了 他二十幾個同事 全部都去做低劑量的肺部電腦斷層 他二十幾個同事 都是第一期的肺案 等於自己一樣開導開掉 這樣還算是問題 對 所以其實基本上 現在除了空污的液體之外 另外就是除了 香菸 然後油菸 二手菸 這些其實都是高危險因子 像這些護士 他本身他們都沒抽菸 但他們的另外一半 很多他們自己另外一半 都有抽菸的習慣 所以他這些本身就是高危險群 所以就應該要去做這樣 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的篩檢 空污那麼嚴重 跑麻辣松不會影響嗎 短時間如果你跑一次而已 其實一兩次不太會影響很大 主話說得好 異性疼命 對 我們一生最怕刺殼的時候 又很難醫好了 大部分最常見的三大 就是胃食道逆流 剛剛講的鼻涕倒流 或有的是小兒氣喘 它是慢性科 當然 所以我們有經驗的腸胃科 就會先朝這三個查 但是有時候會踢到鐵板 比如說簡單分享一個案例 我有一個病人 他是一個58歲的男性 他本身就是抽菸 那他就是常常乾咳乾咳 所以就去看就是胸腔科 胸腔科醫生就說 這是慢性阻塞 肺病又開藥癡 沒效 然後後來他就上網查一查說 不對啊 假如是抽菸殼的時候會有痰 我都是乾咳 然後我常常胃食道逆流 胸口不舒服 他就找了一個腸胃科看 看了三四個月 也吃藥沒好 結果有一次他就無緣無故 然後他就是住院 可是那個時候 醫師也不知道說 他為什麼肺炎這樣子 但結果出院以後 他就又開始感覺說 這個肺部的咳嗽越來越厲害 而且他開始覺得 吞東西吞不下去 可以喝水 但是沒辦法吃東西 而且後來回想起來 大概在這 一兩個月兩三個月生病的過程 他就瘦了大概8公斤 所以他後來就覺得 這個還是很奇怪 然後後來就來找我們 那因為我是最後一個醫生 所以我通常是運氣比較好的 就是因為綜合了以上的判斷 你怎麼知道你是最後一個醫生 我就失言了 對 反正就是我聽了以後 前面已經排除肺部 然後胃食道逆流 大概也不是 然後他說又變瘦 吞不下東西 一定就是食道 大概有怎麼樣了 所以我們就問他 那你為什麼前面腸胃科醫生 你怎麼不照胃鏡 他就是說有啊 人家有叫我照 我就是不想照 我會怕 然後我就說 那你不用怕 我們這邊有無痛的嘛 好吧 那不然我就照一下 那結果一照 就是發現它是什麼 它是 而且是很後期的食道癌 食道癌的話 它食道已經有阻塞 所以東西吞不下去 那我們檢查的時候 它食道 因為食道癌往外擴散 剛剛前面的 那個中醫是有說 食道跟氣管其實靠在一起 以前以後 那個食道癌的腫瘤就 吃穿了食道 然後又把氣管吃穿了 所以它變成食道跟 這個它的氣管中間有一個 有一個通道 我們叫做 它吃東西就 食物就從食道直接跑到肺炎 所以它就類似 得到一個類似叫 吸入型肺炎 可是它其實不是嗆到的 它自己也不知道 它是怎麼回事就肺炎了 所以就是滿後期的癌症 所以後來就轉到醫學中心 就要做後續的治療 就必須要做電療 化療 然後它的食道 得要 去把那個破洞把它擋住 不要讓東西一直這樣 跑到氣管這樣子 所以它的咳嗽是乾咳 沒有痰的 所以跟抽菸那些 其實沒有關係 對 所以吃東西要專心吃 你不是一面吃東西 一面講話 很容易跑到你的肺部去 所以你肺部有時候 拍起來會有米粒什麼東西塞到 真的 我跑進去 所以一定要把它殼乾淨 它那個已經樓管了 還不是你不注意 它自己就會掉進去 就我們把它拿來當 那個武俠小說來講 如果遺葬癌是武當派的話 那這個肺癌的話就是少林派 少林孤宮蓋田哈 所以肺癌的死亡率是最高的 那一年大概在台灣這樣 這排名第一嗎 對 是9000多人 一年9000多人 但是死亡的人 不是代表診斷的人 所以它每天診斷的病人 絕對超過5.5個病人 那為什麼肺癌會這麼難治呢 因為它既然是 武俠派裡面的大魔王 基本上它就有一個絕門的武功 叫 為什麼傷人於無形之中 因為你根本就不會有感覺 這個是跟我們身體的構造有關係 當你的肺部有感覺 會覺得胸痛的時候 基本上 它都已經牽扯到你的熱膜的神經 那它在內臟裡面 它不會有痛覺的神經 所以你一點感覺都不會覺得痛 那為什麼傷人於無形 因為你24小時都在呼吸 少一口氣都不行 因為人活著就賴著一口氣 我們來看一下 它上面有叫大細胞肺癌 小細胞肺癌 磷狀細胞癌跟腺癌 通常在門診的時候跟大家講這個 大家一定都是覺得聽不懂 但是這其實是這些癌症的一個 群態的區分 我們聽比較多是肺腺癌 肺腺癌其實是這些肺癌裡面 占最多的 就是剛入門的弟子 蜈蚣還沒有學到底 最厲害的就是小細胞肺癌 為什麼小細胞肺癌 小細胞肺癌它的形狀 就像大家早上在吃的燕麥片一樣 我們在看這個病理切片的時候 就是一小點 一小點 一小點 為什麼它厲害 因為它的位置很中間 而且它一開始就會 從淋巴結就散出去了 所以通常發現這種癌症的時候 它已經到最後一期了 那另外一個 相對於小細胞肺癌來講 它有小就會有大 有大這個二絲帝 大細胞肺癌 它其實是從神經細胞裡面 分化出來的 那它其實比較旁邊 但是它長得沒那麼快 所以相對來講 它的存活率比小細胞肺癌 要來得好 其實癌症學齡 會把小細胞跟其他通通都分開 因為小細胞實在太爛了 它真的是一個大魔王中的大魔王 大概是東方腐敗的地位 再來的話 我們比較常見叫磷狀細胞 大家有殺過魚嗎 有 魚 魚會有魚鱗 那它其實就像我們上皮一樣 我們表皮會有一層一層一層 所以它叫磷狀細胞 這類的癌症 它其實也長得比較中間 但是它位置通常都不太好 不是要長到你的這個 靠近這個避神經蟲的地方 所以一開始來就是 手沒力 或是說你講話越來越殺 醫生話沒安裝 就是這種都影響到你的神經之後 它對化學跟放射線治療的效果 也都不好 那大家比較常知道的叫肺腺癌 肺腺癌為什麼大家比較常知道 因為名人很多都得到肺腺癌 對 這裡面最輕應該是肺腺癌 肺腺癌其實是比例最大 所以對藥商來講 它是最有市場的 最有研發的 最有研發的空間的一種癌症 所以就肺腺癌來講的話 它後面它就會有分 所以肺腺癌相對這些來講的話 雖然說它是佔的比例最大 但是它相對來講 沒有像小細胞肺癌 它的存活率那麼低 所以肺癌的藥 其實因為現在你知道 其實抽菸 真的是很不好的東西 基本上只要一個人戒菸 20分鐘之後 其實你的心血管的心跳 心跳的速率就會開始慢慢減緩 有抽菸的時候會比較興奮 但是它要把這個癌症 譬如說抽菸相關的 像我們科的就還會有食道癌 那像其他科的還會有胰臟癌 它要到7到11年之後 才慢慢跟一般人差不多 所以你看 所以這些治療都只是 都只是之為末節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抽菸 戒菸 戒菸 對 不要抽菸 有抽就趕他戒菸 真的 有抽菸的病人的話 有抽菸的 我們親愛的同胞的話 我們鼓勵他去做這個 我們叫高危險群的病人 我們鼓勵他去做 低劑量的電腦斷層 為什麼 因為這些低劑量的電腦斷層 其實就是輻射劑量沒那麼高 但是可以把我們肺裡面看得很清楚 可以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 是 我有一個病人 他其實46歲直接中泡塞 他就覺得說他感冒沒怎樣 然後後來就越來越喘 越來越喘 越來越喘之後 就跑到一般的診所去 跑到一般的診所去 這個診所醫師就說 不行 你這喘得太厲害了 那叫端坐呼吸 所以端坐呼吸說他躺不下去 他只能坐著 然後一直喘 所以他就把他轉到醫學中心的急診來 那醫學中心的急診 照了X光發現說 他心臟好大 比三個拳頭還大 為什麼 因為他感覺好像有積水的樣子 後來就照了超音波 超音波真的覺得他有積水 就叫我們幫心臟開 心臟的外面內層膜開個洞 我們叫心包膜開窗手術 就是打開了這扇窗 他這個水就可以流出來 他就不會那麼喘 為什麼不會那麼喘 是因為心臟都在這個水裡面 一直做工 他根本做不出去 血打不出去 然後血也進不來 但是最可怕的是 我們在幫他做這個手術的時候 發現他的心包膜上面 大家應該有去公園 走過那個踏腳石 那種健康步道 就像那個樣子 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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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通通都是腫瘤 都是腫瘤 都是腫瘤 所以我們把他切下一部分 拿去做外面發現他是 因為像我的爸爸 他也是肺癌過世的 可是他不是一直喘 他就是一直咳嗽 那因為咳嗽 我們大部分就會覺得 可能是感冒 那因為爸爸老人家 他就覺得感冒了 他不到發燒 他不會去看醫生 所以那時候就每天在家裡咳 然後想說好吧 他如果想要買陳藥什麼紙咳 就讓他去買 結果後來有一天 我在他房間才翻到說 他是吃那種 對 然後我就覺得 你怎麼會去吃這個東西呢 然後到有一天 他在家裡看電視 因為我那時候跟媽媽出去拍戲 然後哥哥就說 爸爸突然間從沙發上看電視 就掉下來 就摔下來 然後一摔下來之後 也是中風 他就左半邊都不能動 然後因為中風了 去醫院檢查 才知道就是 所以他那些咳嗽的症狀 都是因為癌症引起的 然後後來知道的時候 都已經是晚期了 然後他要治療 他要做化療 他就是屬於那種很不乖的病人 他就都不願意做 反正他覺得會痛 雖然他中風半邊 可是他可以用右半邊寫字 就是他這半邊不能表達 跟他都 我就說 對 因為我爸很好 我就會問他 我就說 可是你要又做化療 看可不可以就是醫治他 然後他就會用那個筆 就給我寫的補藥 然後我就也覺得很為難 因為媽媽也是希望他開 做化療 開刀治療 然後爸爸本身又補藥 後來就沒有做這些其他的治療 可是他其實到 我們把他轉到安寧病房之後 他大概有七 八個月都是 就是中風的狀態 可是他還是可以跟我互動什麼的 就是他沒有在很快速的惡化 至少我覺得 然後我就覺得說 發現肺癌好像不是像胰臟癌那種 這麼快速就會結束一個人生的癌症 是吧 其實也是機率問題 對我們來講都是機率問題 心情很重要 你看到的 只是你看到的一部分 但是你旁邊還有很多很多 對 因為我奶奶也是肺癌過世 但很奇怪是我奶奶 但是我爺爺是老煙腔 從十幾歲就開始抽煙斗 抽雪茄 每天抽十幾隻 奶奶還要下廚房嗎 對啊 奶奶還要下廚房 還有那個油煙 所以最後這個阿公 反而跟肺癌的關係一點都沒有 反而是奶奶是因為肺癌症 聽說油煙是最致命的 所以是二手煙 二手煙 二手煙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 Dakar 7 8 7 10 11 10 10 6 10 11 4 10